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 正反双方 你们在整场比赛当中 各有也只有一次 暂停实行教练指导的机会 首先请问正方 武汉大学队选择 选择 选择 反方山东大学队不选择 接下来给正方武汉大学队 三分钟的时间 你们进行教练指导 有请双方进入第二现场 我们本来预期的是 他会攻击我们是在骗 而他们是攻击点的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 更加最简单 他们说的是 你凭什么指责他们 我对这边我们预设两个战场 第一个开篇战场就是说 对没有 今天我们到底说笑和不笑 是不是父母说了算 对吗 你举了七大五八大 也有什么用呢 所以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当父母觉得 你这样是不笑的时候 你到底正面跟他硬刚 像你今天在变得差这样 还是向我方向 采取一个柔性的态度呢 我觉得第一轮 我们把这句话说完整 说完整 逻辑要完整 逻辑要完整 不知道各位导师 对他们刚刚的开题理论 有什么评价 我猜测 大家没太听出 正方的要说什么 正方是这个 讲现代社会的一个 开放价值体系下 父母的选择我们要尊重 这个同意是 其实他说的是一种尊重 有意思的是这个题目 我觉得应该是 反方来打正方 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是他们山东人提出来 孟子提出来了 对不对 结果山东大学 现在是来反对 但是他站在反方 特别容易取得现场共鸣 我觉得刚才反方 他很有感染力 他讲那个例子 讲出来那种受压力的那种情景 我觉得他没会得很好 武汉大叔 我觉得他们刚才 可能想走一个偏锋 一个新生的一个角度 可是刚才没有很成功 好的 教练指导时间已经结束 有请双方返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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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